美国总统拜登二儿子亨特 星期二早上十点 在特拉华州 威尔明顿城市的联邦法院出庭面控 他对所有罪名坚决否认有罪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审讯也开创了美国历史先河 因为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现任总统的孩子面对刑事提控 53岁的亨特在出庭后 一如所料的对所有指控否认有罪 随后获得保释离开 上个月14号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维斯 对亨特提出三项控撞 包括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撒谎 没有披露自己吸毒 以及在染有毒瘾时非法持有枪支 在前总统特朗普代理下 共和党多年来一直攻击亨特 甚至成为共和党在众议院 对拜登启动弹劾调查的理由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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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